就像一个贫穷的人 他在没有比较的时候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贫穷 所以他对于自己贫穷的那个苦的体验 和外人看来他不一样 我有一个来访者呢 他是因为亲子关系 就是他的妈妈和他的关系 来做咨询室的成年人 他在咨询室里边都抱怨 他的妈妈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抱怨他的妈妈很懒 做饭也不好吃 就老想坐在那儿不动 然后我就问他 我用叙事的方法去问他 问一些细节 我说你妈妈今年多大年龄啊 他说你就85岁而已 他是那种老来得子 他妈妈年纪已经很大了 虽然他还看上去很年轻 但是他妈妈年纪已经很大了 所以就是他忽略了他是个人 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 就是他记忆当中的那个很努力的年轻的妈妈 已经不在了 现在他妈妈是个老人 他的眼睛也看不上 他的鼻子 他的舌头都不像以前那样灵敏了 他做出来的饭 他尽管很努力 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好吃了 但是他好像不愿意面对这个东西 就是把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当作一个标准 来要求他现在的妈妈 那当然是有问题的 被聊一聊之后 自己感动的不行啊 就是回去赶紧要照顾自己的妈妈 而不是老想着让妈妈照顾自己 这好像是有一个尺子 小时候可能他也被那样的衡量过 你要变成一个优秀的孩子 可能我才爱你 才喜欢你 但是当成长之后 他也给所有人套一个尺子 你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 你作为一个妈妈 你应该是爱我的 是全能的 是什么什么样的 如果你不是 那我可能觉得你变了 或者你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已经超过你预期了呀 我已经变得很好了 所以是一种 就是像科州球舰一样 所以停在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上 我们在成长 但是我们的思维 或者我们的关系 好像没有成长 对 的确是有这样的问题 就我们有时候过着过着 就好像就 就附着在了某一个时间节点上 期待啊标准啊等等 而没有动态的 就是就像说 你没有把它当一个动态的人来看 他在他的某一个年龄阶段 他就会不一样 所以说理解 不是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人是动态变化的 人是有随着情绪 随着环境变化 他会产生波动的 他自己也会有问题 有很多缺点的 他不是一成不变的标准的 某一个刻板的人 不能把人当个物件 固定化的人 人更多像个过程 它是个becoming somebody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静态 但是我在工作的过程里边呢 我越来越多的感觉到 这个真相呢 有些时候当事人是不关心的 当事人不关心真相 为什么呢 弗洛伊德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分析一个人 你把他那个内心世界的真相 赤裸裸地呈现给他 你说得越对 他越反对 因为他不能面对那个真相 他关心的更多的就是 这个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换句话说就是 如果你说得很对 但是你跟那个人没有链接 你是帮不上他的 就真相不一定是疗愈性 你比如说有一部电影 叫少年派 李安 李安导演的那个 那个电影呢 实际上是讲的那个当事人 他杜撰的一个故事 他用象征的手法 把他的经历 用一种类似喜剧的 魔幻的 魔幻的方式讲出来 那么真相大概不是那样的 真相大概是很苦的 血淋淋的 让人无法面对的 所以那个保险公司的人 听得很过瘾 但是他怀疑这不是 这大概不对吧 所以他问他 真的是这样吗 然后那个当事人 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现在还有 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 你想不想听 然后那个人就 算了算了 你还是不要说了 他大概就领悟到 其实讲述和讲述的内容之间 它不是一个 一对一的那种对应关系 也就是说 他讲述本身 对于他对真相的体验 具有很强的塑造作用 这个稍微有点抽象 换句话说就是 咨询师对于当事人 会有一套自己的讲法 当事人对他自己的生活 也有他的一套讲法 这两套讲法 没有哪一套 比哪一套更正确 或者更高级 换句话说 咨询师大概关心的更多的 不是他的生命当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究竟谁对还是谁错 他关心的是 他的这个讲法 何以让他陷入了 一个困境里头 又何以让他可以 找到一个出路出来 换句话说就是 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真相 我们不能够用一个人的真相 去替代另外一个人的真相 自我美化的主要的目的 大概就是保证自己的自尊水平 不受太大的损伤 也就是要面子 就没有人不要面子 就当一个人真的不要面子的时候 他大概已经离着崩溃不远了 他要自暴自弃了 就像有人说 这人在网上发现这样的东西 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他在乎的人了 那就是不要面子了 我们要帮助人 要帮助人 是不是一定要通过 让他直面真相来实现 因为如果一个人 他就像你说的 他做过一些工作 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或者说他通过攻击别人 物名化别人 来抬升自己的自尊水平 他用这样的一些手段 我们可以说他不道德 可以说他不符合大家 对于一个坦坦荡荡的人的 那样的期待 那样的一种标准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 他还挺有智慧的 他用这样一种方法 有限度地让自己 不怎么美的人生 能够看就能看 那即使作为一个心理专家来说 也有一些案例是你解决不了的 那是当然 因为我工作20年 解决不了的案例还是挺多的 就是我从来不觉得心理咨询 是一把万能钥匙 可以把所有的心理困扰都解决掉 我不这么认为 甚至我 我可能比较悲观 我甚至会认为 我们不能指望一个人的生命中 会有那么一段时间 啥问题都没有 或者乃至他经过自我成长 从此就再也没有心理问题了 我觉得那个有点理想化 换句话说 就是即便心理咨询师 也会有各自的心理问题 但是你们作为一个人 可能最后的 有可能很多人的最后一道屏障 可能有这个职业的要求 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要求 不包括变成一个完善的人 完美的人 你受的训练 可以让你在面对当事人的一些困扰的时候 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但是他并不要求咨询师都变成圣人 就是要成为一个自己家庭啊 个人啊 各个事业啊 都特别成功 特别优秀 他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更多的呢 是创造一个陪伴的一个心理空间 真正疗愈的主体 不是咨询师 真正疗愈的主体是当事人 换句话说 咨询师更多的像是一个守望者 陪伴者 而不是一个像外科医生一样 去齐里夸叉的 给他治疗的 干预的这么一个人 我不会因为这一个病人 我没有治好 我就怀疑我是一个专业的医生 我原来有一个同学 他现在已经不从事这个外科工作 他原来就是外科做心脏手术的 他有一次就接待一个病人 很年轻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因为心脏病嘛 他很有信心 因为他那个病他治过很多 就某一种类型的心脏病 但是呢在手术过程里边 这个病人发生了并发症 很年轻啊 就没有下来手术台 因为有别的一些病 他们不知道 然后他很长时间走不出来 他就觉得花一样年龄的一个人 就死在了我的手上 就很怀疑自己 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啊 后来当然他去做别的工作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也有一些思考 慢慢地他调整过来 就是觉得心脏的疾病它是很复杂的 就是有一些突发的这样的情况 他受训练的时候他是知道的 他在感情上不能够允许自己 好像没有把这个年龄的一个孩子救回来 就是我想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任何一个职业都有他职业的尊严和职业的局限性 心理做行事也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在我们能帮的时候 尽可能充分地去帮 但是我们不能假定 我们一定可以让身边再也没有受苦的人 那是不对的 就像地藏菩萨说的 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那你入地狱也还是有人不断地 还要掉到地狱里边去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事情呢 就是苦啊 它是一种像 不能觉得这个像 它可以完全地消除掉 原本可能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边 它就是一个刺激你 寻求智慧 不断自我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像贫穷一样 它是激励着人们发生改变的一些因素 虽然呢 有一些人的苦 别人看上去很不忍心 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地去进入 那个人的生活世界 你会发现呢 有一些他的苦受 他的苦的感受 是因为我们不在他那个生活里边 假想出来的 就像一个贫穷的人 他在没有比较的时候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多贫穷 所以他对于自己贫穷的那个苦的体验 和外人看来 他不一样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在做扶贫工作 特别穷的一个地方 做扶贫工作 他在做的这个工作的过程里边呢 他有一个感悟 我觉得特别好玩 他说 我们去扶贫之前那些人不觉得自己很穷的 就是我们花了很大的精力 才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是很穷的 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些扶贫的工作 然后他发现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很穷之后 这些人很不快乐了 刚来的时候 他们虽然穷 但是穷快乐 但是这个意识到自己很穷之后 他就不快乐 这心也开始有点扭曲 就想办法 因为他们想办法给他们找一些游客来啊 或者什么 他们就骗那些游客 然后就想办法多弄钱 他就说很怀疑自己这个工作究竟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就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困境上来 就是我们有可能我们判断对方有的一种感受 是我们的判断 不是他的亲历者的体验 所以用这个思维方式来看的话 大概那种强烈的助人的愿望能稍微弱一点 我们可以助人 但是不能强迫性的助人 就是我不助人我会生病 那就是个症状那得治 就我可以助人 但是我也可以助不了人 那这个时候人的心态是平和的 不行 我必须再集拍到你 你会想办法